其实信托是一个持有资产的方法 我们平时就用人来持有资产 有时就用一间公司 信托其实也是另外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它有一个特色 就是法例上资产已经不是属于成立人 虽然它仍然可以受益 通常资产就会给了一个持牌的信托公司去持有 当这样做了之后 通常这些持牌公司都是属于一些比较低税的地方 就达到一个抗债避税房利分的功能 因为既然资产在法例上不是属于你的 那这些问题 一些个人持有资产的问题 就仍然都不会属于你 英美加这些地方 通常它就对哪一种类型的信托 可以省到什么税 它们有非常清晰的规定 譬如好像英国那样为例 其实因为它们是很希望去吸引一些有钱的人去移民 所以它对一些新移民 在移民之前 如果做一些对的规划 是可以省到很多税的 它的优惠力度都挺厉害的 譬如如果你在未成为居籍之前成立一个家族信托 是可以在滚泉的时候 里面的资产是不需要交增值税 所得税 甚至乎是不需要交继承税的 基本上就是什么税都省了 所以其实优惠政策都非常之好 由于税务效果是非常之好 所以其实很多朋友都在移民之前 是非常值得考虑做这些信托的安排 大概如果你留在香港的资产有大概一千万左右 其实就很值得去考虑英国移民之前做一个家族信托 去避免我刚才说的税务 其他那些普通法系国家 譬如澳洲、加拿大 可能他们的规定是不一样的 有些国家甚至乎要去到 最好你在移民之前五年 你就应该已经开始做规划了 所以建议各位朋友都尽快去找你的税务顾问 去沟通就最好了 另外就是说有些大陆法系的国家 例如最多香港人会考虑移民的 例如可能是日本和台湾 这些地方因为它本来的信托法 它们的灵活度和弹性就没有那么好的 所以就和我们现在去写税法里面 和我们所做的信托可能会有少少分别 就等于说税务效果就未必有那么清晰 但是仍然都是通常来说都是做了好过没有做的 所以最好就是在你未移民之前 就将这些安排都处理妥当 那就最合适了 Yahoo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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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